好,来请 好,谢谢唐凤愿意参与这一次的访问 然后就主要是希望 因为我自己的过去的背景 跟现在研究的题目 希望探究自由成人的这个一生 那想说请您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一生还没有结束啦 还在半生 还在路上 OK,好,我叫唐凤 目前是行政员的政务委员 那今年是39岁 好,那可以大家简介一下你的工作 跟你平常生活的一个样子吗 我的工作就是一大早起来 然后接受访客的访问 然后也包含接受这个国际的朋友们 最近对于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好比像说防疫啊 或者是说假讯息的危害啊 或刚才才录了一个气候变迁啊 等等这些结构性全球性的问题 那我们在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的同时 也整理出这些经验 所谓的台湾模式 台湾model 然后去跟全世界分享 就是所谓的台湾can't help 在您这样的生涯中 你有做过什么样的转换吗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是我想解决就是国内的问题 然后跟全世界分享 这个一直是我工作的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嘛 那我第一次创业大概是15岁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做 不好意思 那时候就大概是在做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跟世界的开放创新的社群 我们现在叫Open Innovation 那当时叫Free Software Movement 就是自由软体运动 一起工作 所以我是觉得在刚刚讲这个价值上面 倒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就是从15岁到现在 那15岁之前有一些什么特别的 15岁之前当然并没有就是正职的工作了 有的话好像是违法的 因为同工嘛什么的 但是呢 确实也是会参加国际的社群 像我12岁就已经参加了网线网路 好不像说当时的BBS 或甚至在网线网路之前 自己嫁BBS 或者是透过播接的方式去参加BBS 那这样子的对话里面 也让我就是兴起了一股说 我们在解决国内的问题的时候 我要尽可能的把外语包含英文把它学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这些经验才能够跟国外分享 但确实我是到大概15岁之后 英文的词汇量才比较大 在此之前大概都是要就是一一的查字典 可能要查很久 才能够写得出一封信给国外的研究者 所以我想语言能力的进步 可能是里面最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有年的进步 所以你可以做出更有展望的一些事情 对就是接到比较尖端的一些研究 因为在我们的领域也就是像 计算语言学或者是人工智慧等等 很多尖端研究它不一定会翻译成中文 那大部分在就是发表的时候 大概还是以英文为主要发展语言 所以过于到现在您自己自认比较重要的转换 主要是在15岁这一刻吗 当然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我等于全职 想要投入研究的工作嘛 就比较没有花时间再去学校 那再去学校的时候 大概都是剩下就是月考断考 那我就去然后交个白卷然后就走了 所以其实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了 所以那一个时间点您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嘛 就面对这个转换 无论是他是有特意去准备 或者说就是觉得好像哪些 你想要这一个转换 我当然要先去副校长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准备 因为当时还没有就是我们现在的实验教育三法 所以其实像我这样子的一种自发的学期 不管去创业去大学旁听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当时还有这个罚款嘛 当时也同等学历证明 也还要等两年才能考 那是很古老的那个状况 现在这些都已经解决了啦 那所以在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权益关系 其实就是我的校长 因为他等于要帮着我去瞒着教育局 瞒着读学 来才给我这样子一个 就是自行做研究的一个空间 那不过现在反正也过得追溯期了 也没有什么都在不实的问题了 那所以当时最主要的就是 准备就是去告诉校长 好好地跟校长说 我怎么在线上跟这些研究者 一起做出研究 那变成他也看到全国客栈 也是得了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成果 那所以希望他能够多给我一些时间 那他也很爽快 想了大概一两分钟就答应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视野是因为15岁的之前的经验 让你可以这样做吗 确实如此啦 就是接触到网解网路之后 那尤其语言能力比较提升之后 就发现说不管你在意的事情在小众 那你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到就是同好的社区 了解 那过去在15岁以前自己的一个经验是怎么样 想听你多分解 我在15岁之前大概就是读了三个幼稚园 六个小学跟一个国中 国中也读了一年多而已 所以可以说是每一个教育机构都只待了一年 那好处当然就是不用做属下作业 那但是坏处就是说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一直没有一种好像跟我的同班同学是邻居的感觉 就是没有integration就是并没有什么整合或融入的感觉 就是每一次大概都是转学生嘛 那转学生不到一年又转出去了 所以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线上这些做相同研究 相同兴趣的朋友反而跟我比较亲近 而就是我旁边的同学还跟我反而比较疏远 因为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是因为一些物理上的因素 所以让你必须转学吗 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或家里有什么 每次都完全不同嘛 对 从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 那是因为自由班的关系 那二年级到三年级 是因为在自由班不是很适应 所以又转回普通班 三年级到四年级 是因为当时我们想出一个方法 让我四年级跳读六年级 就是说学习记在四年级 但是实际上去修六年级的课 那四年级到五年级是因为 五年级愿好跳鼓椅 完全没有这个做法 那所以就跑去国外 跟着我爸他当时在念博士嘛 然后降读那边的四年级 那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我四年级以后回去念了 大概六年级去念了两次 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状况 然后回来当然就是因为 义务教育的关系 所以还是在念了一次六年级 那之后就是过一了 过一之后 过二大概九中秋了 这些学校间的一个转判 你自认会是一个转判吗 还是就只是一个移动 对我来讲 因为对我并没有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待下来 所以简单讲没有控制组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对我来讲就是 稀以为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迁徙的感觉 对对就是反正每年都会 就是那种猪虧草而去 对 那时候你自己对 自由教育的看法会是什么 是 我当时当然觉得说 自由教育它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 就是让学生用自己的兴趣做学习 那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不是他的班导 因为班导是全面型的 不一定是他回答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是去规划 让这些小孩能够有更 就是超过他的班导的 这些专科老师的资源 那当然现在其实在 神明国教育里面 所有的学生都这样 不是只有自由教育这样 那在我那个年代 也就是大概1990年左右 主要还是放在自由教育上 去做这种我们现在会叫PDL 就是学生想解决的问题 用它来定义学习方法 这样的一个规划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当然也是希望说 学生在同差的这个刺激之下 能够去做到比较多的collaboration 就是我们现在叫协力 协作室 所以现在叫互动 共好了 就是协作室 一起来解决大的专题问题 这样子的学习 那这个在以前是主要是高教 像做capstone等等会这样子去做 但是在小学可能就 比较少这样子教 那在此生命 我们现在在小学国教里面 这个也已经是新课纲的一部分 那当时在自由教育 是比较茁壮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比较好奇 就是过去的那些经验 所以有差异是很自然 而且很乐见的 那刚刚提到就是关于同侪的 不过我蛮好奇的 就是在过去 国小的经验中 你有印象中 比较印象深刻的同学吗 一个都没有 是有什么样的 因为就相处都一年 或者一年不到 所以其实没有还形成任何的深刻的影响 所以就是一个很到那边然后回家 所以学校教育对你而言的那时候的意义是 没有什么意义 那到后续回溯这一段经验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 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经验 对因为像我的国中的科长 两次科长都是我一个人做 所以我当然对我的指导老师 或者是对于我的校长 当然会有记忆 可是因为并不是跟同学一起做 所以对同学就没有错 所以那时候对你而言比较印象的人 就是师长 师长嘛 那或者是在网路上认识的 跟我兴趣相同的一些别的朋友 不过他们大概都大我五岁十岁 那时候选择创业应该也是 也是这样 对因为他们要我写书嘛 那就是他们这里指的是 咨询人出版社的一些朋友 那这些朋友也就是说服 我不要去念高中的同一群人啊 那所以把他们自己开了公司 那我是他们的作者 那我因为觉得他们的官网 这个不是很好看 所以就自己加了一个野生的官网 那也因为那样开始学习到点子上网 因为你要在上面刷卡来书嘛 等等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就觉得这好像不错 那所以他们就转型从卖书而已 变成是也去做软体的开发 那这个时候我就加入去担任技术总监 所以在那一个工作上 那一个任务上是你自认第一份工作 那确实如此啊 那加入的理由是因为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免费在做这个 等于像职工一样 现在愿意有人付我钱 让我做本来做职工就会做的工作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那时候就是比较 那时候还算有学生身份吗 那时候就是学籍挂在国中嘛 那但是校长瞒着读学跟教育去 跟他们说我每天还是要去 但是其实我每天都没有去 你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身份 或是说就是部分算隐瞒的一个状态 就是公民不服从 因为很快就有实验教育散发了 在这个中间包含市政府 首先先事办公办民营 或者是当时生理小学 然后来中子实验学院等等 那很快的我的这个做法 就变成大家都可以往现实的 自学委员会去提申请 那所以我算是等于第零代的自学生 因为当时不是合法的 据说像曾亚尼的校长 有做过类似的这样安排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的自我认同的身份是 就是创业者 创业者 那所以在那个阶段中 你觉得最有印象 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吗 当时就是去跟客户谈判的时候 结果就穿个新装啊 然后大家都不特别觉得 我只有16岁或17岁 就是可以用一个专门的书 就是PASS PASS as an adult 就是说 从外面的角度来看是已经成年了 那不管我是去大学同学厅 去大学读书 或者是去进行商业的谈判 那很少有人会觉得说 我其实是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可以需要他妈签字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 刚刚提到就是成年的事情 你自认成年是什么时候 大概就是出来创业的时候吧 那最晚也是16岁 那那个工作期间就是刚刚提到 比较印象深刻是跟客户谈判 那在那个工作的最后 你有印象什么样是让你离开这个工作 或转换的一个理由吗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接受 英特勒的投资嘛 一大笔钱 然后大幅的扩张 那我自己当时的兴趣其实是 就是公共礼仪 就是当时的自由软件运动 开始变成所谓开放原始码运动 那个时候 所以当时我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所以我也想去西谷 去参与开放原始码运动 最早期的时候的状况 那当时资讯人公司主要还是在台湾嘛 然后去发展他们当时 应该主要在做的是主持线商拍卖 叫库碧德 那或者是后来像什么CICQR等等 那些我就比较没有参与开发 因为我当时的兴趣 是在了解这个新的开放原始码的这个精神 然后看怎么样做成一个叫做 现在叫社会创新码 当时还没有这个用法 那大概就是重包吧 我当时也还没有这个用法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还在找些次 对那开放原码是我们当时找到一个字 对那听起来对于你自己认为 找一个词会描述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描述我正在做的事情 因为像自由软体 那在我们现在汉语的语境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知道是说是保护使用者自由 给予使用者自由的软体 可是它的英语就是free software 问题就很大 因为绝大部分看到free是局面前的意思 对就是类似free beer 对就今天这个我们免费招待啤酒 对那可是这样子就把那个自由的精神 让它变成不见了嘛 对那所以像在其他的西方的语境 有时候他们会叫做Liver 或者就是Liberty 那所以当时就是这边的 自由软体自由协会成立的时候 我也是给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就是叫做Sofer Liberty Association 也就是说不要特别把它更免费 混为一谈 所以并不是对我自己下一个标签很重要 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让大家一看就能够了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对你自己呢 你怎么样去描述自己 不会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当时在创业的时候 当然就是很希望跟社会说 我是一个创业者 对那其实我现在还是在创业 只是组织内创业 但是这个标签我想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说 我目前在做的事情是哪些 我没有特别去说明的必要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没有说明的必要 对就是说组织内创业 intra-preneurship 我现在不太需要再去建立这个字 让大家共识共闻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你有创新的想法 就跑来找唐凤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反而不需要 特别把自己界定成什么 对但反过来讲 就是来来造访我的人 很多还在创业的初期 那我就会帮他们想 他们的这个倡议 他们的诉求和他们的产品 应该要叫什么 像最近才有一个 叫做杜杜克的一个团队 那他们发明了一个 就是做公益的抽奖活动 那他们把它叫做透抽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 你如果取这个名字 搜寻引擎是绝对不可能找到你们的 因为叫做透抽的 还有就是很好吃的 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你叫透抽一点用的 没有 对后来我就 就当场说服他们的改名叫透透抽 因为他们的名字叫杜杜克嘛 那所以产品叫透透抽 这就很好记 所以透透抽让你抽透透 这样 好 谢谢 回到刚刚你来的 在刚刚提到就是 无情业佩 记录业佩的环境 刚刚提到就是进intel这边去 主要工作办法也是 投资澳洲投资 然后工作的话 你那时候转换资区了 没有就是intel投资资讯人的时候 我还在当技术总监嘛 那之后 离开之后我就再次创业嘛 所以去 戏谷的时候或者后来回台湾 那当时做的题目大概就是 运用开放人士码这个特性 然后去让大家在做开放人士码 共同开发的时候 变得更容易 那好比像说当时几个 主要的在戏谷 比较新兴的词汇 当时都是我们这群人一起讨论出来怎么翻译 好比像说weblog 当时简称blog就是那个时候 那就是我们一群人应该是包含像李世杰啊 林克华等人 那我们聚在一起一起决定它翻成部落格 那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翻译嘛 那或者其他的像VT啊 或者像其他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 大概都是那个时候引进台湾的 因为戏谷这个词汇对很多人的意义不太一样 对你而言是一个地名吗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生态系嘛 就是一群创业 就不管成功失败 有经验的朋友 愿意像我刚刚讲的帮助新一辈的朋友 去找到他们的价值主张 帮忙去定义他们的服务或者是产品 帮忙去连接这个生态系的一个互助团体 所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受是被接纳的吗 确实啊 确实如此 就相对于就是以前的经验在过 学龄的阶段 不过在学龄的阶段 我也是被线上社群接纳的 所以就是说 矽谷它不是只有实体的那个部分 它也有线上的这个部分 完全可以说 就是只要网址接我也是.com的 大概就是从矽谷的 当时的这个创业精神出发的 对所以我自己并不觉得说 好像我去了矽谷的当地实体 采接上的文化 我是本来就已经受那个文化影响 然后只是去到那个文化 密度比较浓厚的这样一个地区 所以当时驱动你过去的理由 是因为想要创业吗 还是在那个地方你自己 可以大概描述一下 你的一天的生活吗 我在矽谷其实并没有待很久 我几次创业都是到了矽谷 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然后我就回到台湾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不是很喜欢开很长的会议 那我在台湾的话 因为时区的关系 我就可以说 好像已经半夜11点了 只有一小时的时间 这样子双方都比较有效率 所以我第一次去创业 是在San Jose 那当时做的题目就是 我们现在会叫做社群网路 或社群网站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那第二次去是在Polo Alto 那做的题目是在企业里面 去应用这些 就是社群网路 其实还是同一个题目 只是用来当作工作用 那后来又接了Cupertino的案子 但是我是没有实体去Cupertino 那做的题目就是运营助理 就是当时的产品名称叫Siri 但是当时他还只会讲英文 我们试着让他讲别过的语文 大概怎样 所以其实这些工作 其实因为网路上知道比较少 提到你到底创了几次页 有具体的数字吗 这个就看你怎么讲嘛 对不对 就是像资讯人出版社的时候 我并不是工程创业 我是就是在他转型成软件公司的时候 才进去 那这个到底要不要算Cupertino 对这个就看你怎么想 我了解 对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在就是Siri的那一次 其实它是就是密集集团 在那边的一个分布 其实当时他们还不叫BankQ 还叫Acer Pay Referral 所以他们自己也是 就是宏记的周边产品制造者 那所以他们自己当时 在经过一个就是 rebranding的这个过程 那所以当时我的公司叫做 阿尔网 那也是在这个rebranding的过程里面的一个 想要尝试找到一个新的就是 就是原地服务业的这样子一个入口 可是毕竟我也不是明基的就是 共同创办人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到底算不算创业呢 应该或许算吧 因为毕竟那是一家新的公司名称 对那但是这个是阿尔网的部分嘛 那后来好比像说像我 作为现在叫Roku这个语言 那当时是Pearl社群 那那个完全是非盈利为目的 那事实上也没有注册什么 就是公司名称 当时是只有一个基金会 叫做Pearl基金会 那那个基金会确实是有给我钱的 但是我也不是基金会的理事 所以这个算不算创业呢 这也是很有疑问的事情 那或者是说 我后来去Social Text的时候 那当时当然他们有给我技术股 可是我不是第一批 但是确实是前一批人走得差不多了 然后进去接手 所以那样子到底算不算创业呢 这也是很有疑问 那所以这个次数可能就是 介于一跟五之间 那而且如果你把非盈利为目的的 像蒙点啊 这些都算进来的话 说不定是一与十之间 啊 了解 呃刚刚提到蒙点 那其实这部分 西满多大家会说 其实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具体而言 你觉得你做了哪些事情 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对 蒙点我想当然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因为当时也是一个公民不服从嘛 当时在教育部重庭国语词典的网站上 还是说版权所有的翻译必究 那所以我们就翻译了他们的也就必究 那所以我们就具体的坐下来去谈嘛 因为当时我们是把所有的就是 就是《重庭国语词典》上面的每一个页面 等于重新拆开 重新编排 编程在手机上面方便阅读 等等的这样的做法 包含笔画等等 都是从不同的网站上面 拿过来的那从我们的主张里面 我们只是编排他的格式 我们其实并没有卖钱 也没有侵权 也没有说是我们做的 事实上我们只是帮忙做格式转换 所以该当这个合理使用 那当然教育部未必这样想 那所以我们因为参与的人实在太多了 就是各方的人都有参与 他们好像也很难一次告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就做下来谈判 那谈了大概两年 他们就愿意用CC授权 就是Creative Commons授权 把他们的这个字典公开出来 那但是他们还是说 你不能改里面的 好像一个字七化 你不能改成八化 当然因为它有规范性的这个需求啦 所以它还是采取比较线索 不是完全开放改做的 那但是这样子已经够我们用了 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 就双方虽不满意 但能接受的这样的谈判结果 所以这些任务里面 通道大人的角色会是什么样 就是一个通道的角色嘛 就是一方可能无法理解 另外一方的诉求 那这样我就去转移 就是让这一方的诉求 那一方的语言 让对方知道 那这是一个角色 那另外一角色 一个不畏的角色 就是说有某件事情 因为大家觉得很忙 等等没有人去做 但他非得做不可 不然他没有办法 就是继续往下开发一步 好比像说当时 大家都觉得说 萌典应该要 就是更宣传推广 让大家所知 那应该有一个 就是让萌典特别的字词 在网络上面分享的时候 配上漂亮的图片 因为当时有一个 举牌小人那个活动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棒 那但是 就是比较没有人 有空去开发这些部分 那所以我就自告奋勇 把那一部分开发出来 这样的角色界定 是你自己期待的吗 对 就是是我很enjoy 就是我很高兴的一个角色 所以像前面那个通道的角色 其实刚刚听起来 好像是特别一方对了一方 但事实上也可以是不特别一方 好比像说当时国教院 举办一个叫自典桌木鸟的活动 想要在重序会词里面 找出错字来 那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支城市 邀请所有路过某点的朋友 来帮忙找错字 那这个就聚集了 可能上千个人的不同的力量 那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 我大概都不太认识 但是全部汇集在一起 我们就是在那次的活动里面 远超过所有其他的 可能只有一个班级来帮忙就做的 这样子一个输入嘛 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国教院也觉得说 我开放出来 那更多人一起看 我可以怎么样子去改变 所以这个通道 它不一定是十个人对十个人 而它可以是一千元对一千元 这样的通道 但是就是你对于 自己生活或生涯中的角色定位 对对对 关于就是多一个通道这样的 对啊对啊 或一个出媒啊 嗯 了解 所以当最后面其实开始 已经往到 退休的时候 我有蛮好奇 退休那个词会对 引人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我不会再需要是 为了就是for profit 就是不会为了盈利为目的而工作 之前就是还在职场的时候 虽然还是做一些工艺的事业 但是毕竟呢 不是我绝大部分的时间想的事情 大部分时间想的事情 尤其在创业的时候 还是说我这个组织怎么样去存讯 怎么样去确保说 他的现金流啊 他的这个进来的订单啊 他的应收应付啊 等等是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不然每天就要解散了 对那所以就是还是for profit 但是当然with purpose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使命干涨 不休啦就是说还是有在做事情嘛 所谓的什么黄金世带啊 什么黄金人口啊什么之类的 像一个对退而不休的说法啦 对那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不用再去想盈利这件事情是退休的意思 在那个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情境下觉得自己退休的或者跟别人说你退休的 就是social tax那是我最后一个主要还是参与然后引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公司 他被并购了嘛 那被并购之后当然我也拿了一笔就是不少的钱 所以呃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没有在除了这种consultant就是不顾不问这样子的position之外的群职工作 那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我就可以说我退休了因为我并没有老板嘛 就是我不是协便合一这样 哦所以是没有老板把它定位 对我没有老板那我名下也没有公司 然后就是那因为其实会有个词会的宣告退休 因为毕竟是别人的报导 我们好奇那个是有一个正式的 闻到事情还是就是自己的认同而已 呃大概就是social tax被并购走的那一段时间 那我为了要就是澄清说呃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多时间 我们全时间去投入供应 甚至还投入占领立法院的等等的这些活动 那所以我就会跟就是亲朋好友 因为他们就会一直问说那你下一个工作是什么嘛 对就是说哎我知道你还在接几个顾问 那也有不少的被动收入 那但是毕竟你明下已经没有公司了 而且你呃这个也不是谁的雇员了 那所以就是当然我们了解说你这个意识不愁啦 但是被动收入的话每个月还是六十几万 其实并不是说很少钱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就会问 那你的下一步是什么要加入那个团队等等 那但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对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已经好无兴趣了 所以也是一部分为了就是让那些猎人头公司不要再来找我 我就说我已经退休了就是各位请回吧这样 但那时候就退而不休还是才有蛮多的 但是那都是就是非盈利为目的的关系 那到现在是大概什么时候你才是成为你会认为现在成为职场 没有啊我现在还是非盈利为目的啊 对啊那而且我的这个生活意识集聚等等 也是你付钱在养我啊 假设你有纳税 你没有逃税的啊 对对对所以我想行政院并不是一个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了 所以从我讲过来看我确实是还在退休的状况 就是投身与公益那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只是说 我一时无欲并不是靠担任大企业的顾问工作 而是靠就是各位参加这个合作社嘛 就是就是你付钱换投票权嘛的这样一个组织体验这样 所以那时候是怎么样的经验让你换到现在这一份任务吗 我们又任务这个词吗 就是好像我们邀请自己进去嘛就是占领立法院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大家发现说 这些占领者好像不是只是暴力抗争 事实上在立法院周边是没有什么暴力抗争的 而是真的坐下来好好在盘政策 那当时20个就是很多都是很知名的NGO 就是在盘就是辅尔夫莫里协定 里面的20个不同的面向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包含当时的市区基础建设 要不要让特定的人见解 等等这些很重要的题目 那我因为就是帮忙直播转播 或找人打竹子搞等等 就是促进这样的讨论 大家就发现说 原来这一套开门造具的方法 比我们以前所谓黑箱啊 闭门造具啊都来的好 那所以当时的年底我就被邀请到 也是这个办公室的担任专案顾问 那所以当时的契机大概就在2014年底 参与领政委员来邀请我过来当专案顾问 是吗 所以那是你进来的那个 对对对 那时候的期待是 那这个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占领的时候 就是也不要说发明 因为国外也已经有过类似的例子 国外也有占领运动啊 只是说我们当时这样发扬好 发扬光大的一套这个做法 能够变成我们行政院的常态 而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要大家占领立法院 才能够共同讨论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一点 所以那时候期待就是比较是 也很开放性的 确实啊 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事情 能够也是众人支持 众人主持 不是只有一群这个管理众人支持的人 男人管理者 就是所谓for the people 为民服务什么的 而是with the people 就是跟大家一起创造 这样的期待在这段年间有达成吗 确实有啊 2014年底当时我想大家都发现说 主张开放政府的市长 好比像说赖清德市长 克伦哲市长 郑敦市长等人 他们在选情上面都有不小的帮助 那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当时 这几乎是各党派 唯一一个共同同意的事情 他们在别的事情上面可能都不同意 但是一直到今天 上帝法院的四个党团 都已经签了就是 就是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的 开放国会的那份倡议 可以说是开放政府开放参与开放讨论 这些事情已经是台湾各政治团体的一个公式 不会有哪一个政党感 回来主张说我们就是要黑箱 不要跟联名讨论 这个大概已经不可能了 了解 所以在这个年间你有特别还有什么期待 你说在这段时间还是之后的时间 这段时间 对前面的这段时间 大概就是这样 那后面 后面这段时间当然一方面我们释出了一些法规命令 那这些毕竟还是法规命令的层级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有一部分可以法制化 那也就是说因为立法院都同意了 那所以立法院也许可以在之后 要在法律层级去肯认我们在法规命令层级 那只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说他可以拘束除了行政院之外的其他的 甚至包含就是其他个员 因为我们行政院是不能管到其他个员的 那以及当然地方政府 那所以这是立法律定制的好处 就大家会有共同的想象 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 他会告诉全世界说 这是台湾人民意志的一个展现 因为毕竟行政院决定做什么 还是几个部长院长决定就可以了 但是就好像说 我们外交部决定要捐赠口罩是一回事 但大家用APP 就是按一按 把自己没有拿的口罩 现在已经500多万片了嘛 有60多万人 其中一半愿意包含我 愿意把名字公开 那这样子就是说 是台湾人民在捐赠这些口罩 而不是只是台湾政府在捐赠这些口罩 这这些开放跟推动下 你认为你自己的定位了哪 同样的啊就是两个嘛 一个就是说 把民间的这个力量 跟公部门的力量 或甚至经济部门像Google啊 等等的这些力量去结合嘛 变成一个通道 找出共同的加持 那第二个就是说 除了找出共同的加持之外 那我自己本人在这里面也是补位嘛 就是如果大家发现 有一部分的这个接口就是借不上 我不是在讲行动支付 我在讲的是那个 就是像健保快一通 跟当时的口罩这个 实名值的购买系统 就是中间真的那个借不上 好像说你两边拱门 快要搭完了 少一个万 中间的那个石头 那我还是会写一点诚实了 我就不会把它写上 你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 没有办法补到那个位置 应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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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其实已经从一开始 15岁前后聊到现在最紧的部分 我蛮好奇后续你有什么期待吗 人生的生涯 对当然我就是继续扮演好这两个角色 那这两个角色的特色 就是我不管在哪一个部门 其实都还是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而且也不一定是我 任何愿意做这样子事情的人 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让越来越多人了解到说 虽然立场不同 但是可以有共同的加持 而且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是那个没有人 这两个最主要的精神的发扬光大吧 我想是接下来还是会起去做的事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任务型 或是一个理想的感觉 它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吧 对 所以其实好像也没有想问说 你有没有可能离开这个位置 但你有可能离开 政务委员的 想法也可以发生 问政务委员这个工作 或者说工作 这个任务 然后或者说这个想法 不我同时也在创业嘛 就是我同时也是国际一些 非盈利为目的之组织的理事 那这个当然是我没有手前 它是非盈利为目的 而且原厂同意的 所以没有这个兼职的那个问题 但是像我在 Radical Exchange 那一个组织 接下来他们也要办年会了 跟像Clan Wild 或Vitalic-Bultrin 就以太方的那个共同发明人 等人这样子组成这个组织 那就没有用 因为我们会一直吸引 就是全世界人 往这个方向思想 就我刚刚讲这两个 轴线思想的人 像那个Yugo Harari 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嘛 又写几本书 好像还蛮多人看的 那什么未来建设的 类大历史那些 那它就很被我们这个思想所吸引 那它也愿意 因为这样的关系 更认识台湾 更认识我们这边 这个所谓共鸣之国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 这个当然对外交是有好处 但它主要不是为了外交 为了还是这些理念的唱一道 所以自己的话 理念其实你觉得 不会有特别的 我想这两个理念是非常的 就是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这两个理念 它并不是特别要唱一声 它反而是说 所有的倡议者 它可以选每一边站 然后再凝结出共同价值 以及补上这个缺陋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一个后摄里面 一个Meta Ideology 这样 我想要请 帮我画一个人生走线 然后在上面标示 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片段 就是事件或是阶段这样子 那其实可以直接在 这一段白症里面 我们就在那边论 OK啊 所以就是1981年 出生嘛 对不对 嗯 然后 大概到 1993年 那就是 就是 开到 确定活得下来 嗯 然后 那到 可能2014年 这个占领嘛 然后 就这样 为什么挑出这三个 嗯 因为我心脏开到以前 我其实不确定 我可以要活得下来 对 对 因为现实中有这三个原因 那2014年在占领之前 我也不确定说 我们这一套 主要是 网络治理的这套想法 它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政治当中 也适用 那所以这两个都是 很大的一个准备点 嗯 那当然在1981以前 那我也不确定说 就是我还是就是 是什么形状 或者有没有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出生应该是蛮重要的 好 我了解 一个是你 那时候在1993年前后 之前你有 嗯 特别因为这个 这个没有 我确实啦 1993年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接触到网记网路 嗯 哦 那是同一年 对 是同一年了 嗯 那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说 在接触之前 好像都只能去跟 图书馆里面的古人啊 就是有共鸣嘛 那但是接触网记网路之后 就发现很多活人 跟我的上海也一样 我想聊聊 你关于你的天赋 或者说 嗯 请说 一些能力的部分 你觉得自己有一些天赋 或是不一样的优势 你就像透过脑波操控什么 那就是伯恩嘛 不是我 哈哈 没有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 大部分都是练习而来 像 倾听的能力嘛 选美一变战的能力 等等 那个大概都不是天生的 所以你觉得 那如果优势来说 你觉得会是 嗯哼 倾听能力 就是倾听选美边站 不畏 它不是分开的能力 它其实是同一种素养 那这个素养就是说 不急着去一下判断 那但是是 还是以就是共同的价值 或共同的利益 作为自己主要的这个目标 那所以我想 这个是很难去区分的 就是到底哪些部分是自发 哪些部分是物动 哪些部分是共好 对我来讲 这个是一体的 所以就是在你自己的感知里面 你没有想要特地去区分优势 或者说就是天赋跟才能 这两件事情的差异 嗯 当然就是说一般来讲 天赋跟才能的差异 那意思是说一个不太需要培养 就是是你本来就生而有之嘛 那另外一个是你需要去培养 那就是学而知之 甚至困而知之嘛 对不对 那对我来讲 好像很难做出这样的区分 那你有 可是你有感受过 就自己的才能 或是能力被特别展现出来 或是自己有意识去培养 也好 我想倾听是有很有意识的去去听嘛 因为毕竟你没有意识的听 就叫做耳边风 好像可能叫做倾听 就是说我特别 挑这个出来讲 就是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是带有intention的 就是我并不是好像随便在听你讲话 对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本身就同时包含我跟你学习 跟我练习倾听的这两个部分 这好像没有办法拆开来的 你觉得这样的后社会是一个 比较自己先天的能力吗 还是他也是学习而来的 我觉得这也是学习而来 当然是学习而来的 那那个学习会大概落在什么样子 其实那你特别有这个 大概就是哲学思辨 哲学思辨 就是我们透过就是哲学的praxis 就是日常应用就可以 不好意思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思想的载体 那所以大概就不会有一种好像我很坚持极见 就是说这是我想出来的 事实上不是吗 也是透过什么别的机缘 就是进入就是我的目前的思考 那但是价值当然可以很稳定 但是达成价值的路径就未必要坚持 但是这个确实是在一次一次跟有不同的路径 不同的立场的朋友 虽然可能就是看起来好像一开始非常不一样 但经过讨论慢慢慢慢达成一致的公式 这样子的讨论过程 那这个在网继网路上几乎是每天发生 所以你好像也很难说我碰到哪一篇po文的 哪一个推文的哪一个回文 让我开始就是有这样子的领悟 因为那是几乎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哲学在台湾目前教育不算是一个学门 但他在大学的地方应该算是 不过在国教他也可以透过像校本课程 加深加广等等去开试 了解 我想回到的是刚刚在网继网路这个时代 应该说就是1993年前后 因为那时候你开始尝试自学 然后也到大学去扛并关于哲学类的课程 对那在那个之前还有碰过哲学的思考吗 有啊我大概在八岁的时候也有参与杨茂雄老师的 耳朵哲学教室 那中间其实也一直有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等等 所以其实也很难说是几岁开始 差不多有认识开始就会读哲学的书籍 一开始就很喜欢吗 就是觉得好像很喜欢这样的思考 可是哲学本身它应该有不同的思潮 对那当然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就是很喜欢这样 OK那所以到那个后续有尝试去推动大家去 学习或认识哲学吗 不过因为我对哲学的看法其实是 就是非常的实用性的 就是说我一旦看到什么哲学或接受到什么思潮 我马上就试着应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是去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去修炼 好像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看到什么事情让你能够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的日常 生活的话那你就试着用那种角度过一段时间啊试试看啊等等 所以不管是还不像说 你像我们以论理学来讲 那就有这个效益主义的思潮嘛 就有这个就是 地ontology就是义务论的这个思潮嘛 就有德性论的思潮嘛 那这些其实与其去钻研它里面的很多细节 不如就是说你对它这个有一个直觉的这种理解之后 你就试着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碰到每天的状况的时候 去稍微想一想说 诶那这个从德性论的角度 从义务论的角度 从效益论的角度 会怎么看这件事呢 它是一个日常的练习 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这些学门的角度 因为这些派点的角度好像都不太一样 那你自己有比较认同 或者自己有想要整合成一个自己的学门吗 当然没有啊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它就是好用的程度嘛 对 好比像说像我们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 效益就很容易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效益主义就很好用 那或者像说再多一点人的时候 那德性论 因为你的想法还可以传播嘛 理念还可以传播 那德性论就相当好用 那但是如果再多一点人就超过150人 你的德性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一对一的传授到别人 因为人脑里也不能放超过150个人的时候 那当然义务论就比较好用 因为你知道每次行动的时候去想说 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行动会怎么样等等 那所以其实人数的差别 但是人数的差别一方面又被通讯工具的差别 可能可以弥补 弥评等等 所以这些都不是什么经科预律 而是你在用的时候觉得什么好用 我们浩尔奇刚刚就是有实体的数字出现 是有实际的去操作过 对啊确实啊确实如此 就是因为效益的计算 超过两三个人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bonded rationality 就是每一个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 那基本上只有在两个人的时候才是非常好算的 对那所以你要说实际操作过 大概就是一些heuristic 我也不是觉得说这一定是金科预律 只是说就是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大概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到这个时候 说不定就要切换一种想法 不然就算不下去 在这些哲学的思潮里面 你特别喜欢哪一个哲学家吗 或是一些做 就喜欢好用的 就不同的情境下 你会就是有不同方法去思考 确实确实 那就是说不同的情境下 其实好用的那个就有意义 不好用的就没有意义 这个是晚期会跟斯坦的想法 我蛮好奇那个意义的意思 就是说意义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好比像说他很有名的 就是说跟狮子讲出真理 或说狮子跟你讲出真理 你也听不懂 也就是说当他在语用上面 不发生意义的时候 你不能抽象的说 他在语意上面发生意义 所以语意其实是依赖语用 这样 意义这个词会在你的生命中 你觉得重要吗 当然就是它有用处 你觉得这个意义有用处 就是语意是语用的一个延伸 好像出手一样 那这个是我的基本想法 所以我不会特别执着在那个意义 本身的怎么描述它 而是说它在当下的这个语用上 能不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那些基本价值 你自己怎么样含量低的价值 自己的价值就刚刚讲的 就是说一方面就是综合各种不同的价值 达到大家都能够共同理解的像永续 这样子的一种后设价值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综合的过程里面 如果真的需要做一些行动的话 那就是透过补位的方式 特别去找说哪些地方必要做 但是还没有人做 那这两个大概是我的价值 这个同时是buyew跟worth的意思 了解 那你在生命中有遇过自己觉得瓶颈的时候吗 没有 就一切都是如比较顺遂吗 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就是说 这个其实也是完全维尊斯坦的一个贡献 就是说 常常你在一个比较低的维度上的时候 你会好像就是苍蝇在一个瓶子里面绕 对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比较高的维度 你发现可以往上飞 你不是只能就是左右前后飞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突然间发现说 你就走出了这个迷宫 因为这个迷宫在上面并没有夹盖 你只要跳一下就走出迷宫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一种比较后摄的一种思维 它天生就是可以在这个瓶颈里面 去找出一条新的路来整理 如果再回顾个以前的自己 有曾经成为这个苍蝇在里面可以整理 当然就像刚才讲的 在接触到往前往路之前 那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是受到我实体上附近有哪些老师 附近有哪些图书馆 附近有哪些学习资源所限制 因为毕竟出国很昂贵 也很花时间 而且一次也只能去一个国家 对那当然就是有争议的领域出外 但是那就可以一次去两个国家了 那时候去那个 马尔他祭祀团的那栋建筑物的时候 好像透过一个钥匙孔 可以同时在意大利跟交亭 跟马尔他祭祀团 对那但是除了这种就是非常例外的例子之外 大概都是受到就是所谓的就是互相排除性 所限制 那所以在往前往路上 因为固然间没有所有这些限制都没有 我们在一个兴趣团体里面 可能就是一百多个不同的管辖领域 而且没有人管理是哪个管辖领域的人 那这个时候他就叫adhocracy 就是透过工程兴趣而事后才发现可以结合的这样一个自治团体 那当时就觉得好像找到一个新的维度 它是一个从器物的层面去发现的一个状态对吗 就是它是你碰到这个环境网路 然后你感受到的 就是这个空间了 你如果把空间也叫做器物 当然有可能在这 那在之前你有尝试找到的东西吗 还是没有尝试 当然有啊 就好比像说会自己加BPS站 透过电话线嘛 那一个人家里的电话线越多条 它就可以多少人同时上线 但是当时有十条二十条就已经非常多了 对 那但是往前往路就是即使你只有一条电话线 你还是可以同时一千人上载 两千人上载 嗯 所以那时候你感受到的一个落差是 人家说 进步吗 那这会是用进步的词会吗 就是从过去可能没有往前往路 或者说自己比较找不到同伴同差 到有办法去跟别人同步 对啊 就是一个一个兴趣社群 或同好社群 是在那里面 那在六所学校间 你刚提到的师长 我们后期他们有尝试 让你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吗 嗯 不过因为当时全球资讯网 对他们来讲 全部都是还不知道的东西嘛 对 所以当然也很难把我直接带去全球资讯网上面 去连接 但是我确实在做就是 在国中科展的时候 当时确实是有认识 好比像说 其实那不是透过师长的介绍 而是透过家人的介绍 认识咨询工业测经会的一些朋友 那当时他们正在研究就是全球资讯网 那以及全球资讯网上面 其他的语言 因为一开始毕竟还是拉丁字名为主 到底要怎么显示 就是我们将会叫过计划的这个题目 所以当时确实也有就是看到图形界面的浏览器 应该是NCS Emocyc 那时候是第一次看到 那看到之后当然就觉得非常棒 因为超连结可以去把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条条框框的 你在一个地方 你大概就不会在别的地方的这种感觉去完全释放出来 所以我想第一次碰到超连结 那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我十五岁左右 十四五岁左右 在你母亲的作品里面提过你尝试整合不同角色的自己 我很好奇你有印象这个经验吗 当然是随时都是在这样子 对 所以因为那时候书中比较明确提到三个角色 可以印象这三个角色的差异吗 好像不太记得了 而且那也是主要是笔名了 就是说就好像说 Yang M Bank在写小说 Yang M Bank在写小说的时候 指的是不同 genre 不同类型的这种小说 那当时确实就是我一方面创作城市 那一方面创作诗词 那可能一方面就是还是在上学等等 所以当然在不同的圈子里面会有不同的笔名 我想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创作城市那边大概就是 就是当时叫Mod 就是多人的线上的文字为主的角色配演游戏 那在那边当然是一个笔名 那在诗词创作上另外一个笔名 然后在每天去上学 当然还是不同的笔名 但是当然在之后就是辍学之后 那其实也不需要再去特别分这个 因为其实所有这些都是等于我创业的材料 所以那是一个在那个情境中 你觉得被分离出来的 对就是我总不可能说我一面上课 一面在教室里面 然后一面拿一个就是手提琴电脑里去上Mod 就好像比看课外书还要严重一点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本来它就是一个空间场域的分割 但是做学之后就没有这个分割 所以场域对你而言是重要 那当然 那时候因为有一段经验 在书中提到就是尝试着在闭关的地方去做这个 那闭关这个是比较舒服的场域吗? 若隐层 因为它并没有预设怎么样子的运用方法 我要看书 要写事 要做什么都可以 而且它甚至不是在传统上的就是 就是汉人的汉族的这样子一个文化 但是泰雅族的一个场域 那泰雅族对于自然的感受 或者是对于他们的口传历史 或者对于他们的就是Gaga 有一套不同的见解 所以当时也让我发现说 并不是说这种线性的经济 消费的经济 成就的取向 这个你一定要什么念书出社会 那那个可能是就是其中一个文化而已 但是其实在即使是这个岛上 也还是存在非常多不同的文化 不是这样子看世界的 那那个尝试是在开刀前的那个位 那个是在开刀后 开刀后 对就大概十四五岁十五岁 那个事件没有被标在上面的理由 是因为它其实相对讲没有那么重要 对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其实我接触到往期网路的时候 其实思绪就已经开始往那边去移动 那闭关当然是给我一个就是类似网康 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的场所 但是那件事情我当时就已经开始了 并不是因为闭关才开始 那为什么会选择闭关 因为当时就是总是要给大家一个理由嘛 对 就是说我离开学校 对 那又没有去任何地方 对 那那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也还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 对 那我如果就是一直待在家里的话 那就是会有大家都把他们的想法 试着想要来影响我 对 那但是闭关的话 那找不到我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需要沉淀一下 想说那我接下来的创业的题目要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要接下来创作的题目要是什么 在你后续人生中有做过类似的一件事情 常常这样子 那你会怎么样跟 你有需要跟别人交代说我在闭关 会需要啊 这样我的同事也都理解啊 我在两场会面中间 如果自己跑进衣柜里面的话 那就不要来找我 我想这是我的同事都了解的一件事情 至少这位应该是了解的 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你从那时候第一次知道 还是你其实过去也知道你可以怎么做 当然 当然知道 就是把自己收敛 收敛在一个场域里 那这个场域就是外面有挖一个就是情无大壤子 在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印象你特别有需要去做这个证 每天都有需要 因为其实在主流的社会某种意义上 大家其实会鼓励社交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下蹲 我只是说如果我就是很持续的社交 而且中间并没有给自己稍微沉淀的空间的话 那我跟你的互动就会被上一个互动所影响 那这也未必对你是更好事 是站在别人的位置是吗 是要是 那自己的角度 就是自己的位置 我是没有什么自己的角度 那我刚才的这两个价值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概都是 以大家的共通价值为价值 以及以大家所缺少但需要的行动为行动 在这里面并没有我一定要怎样 这样的一个思维是怎么样慢慢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你自己 其实网信网路本身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网信网路为什么叫网记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营运者 他可能有自己一套规则 那大家都愿意遵守一个基本的协定 叫internet protocol 那所以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网路串接在一起 所以从不同的立场达到共同的协定 这个本来就是网记这两个字的意思 对 那然后呢在internet protocol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在任何的创新 它叫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就是说你在创新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先问过谁 而相反的是你觉得网信网路目前缺什么 你就自己去说服就是也觉得缺这件事情的人 做出一个我们叫做prototype 一个圆形 一个雏形 然后慢慢再说服网记网路社群 说HTTP2.0比1.0好 HTPS比HTTP好 3.0现在说不定比2.0好等等 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没有任何上对下的这个命令的关系 纯粹是一群想要补位的人去补位 所以我也不觉得这是我独特的价值 因为网记网路就是这个价值 你有定义过或是 因为我刚刚想要聊的其实是比较是HTTP HTPS这样的一个更新或是说更 对啊而且也不是就是它还是向下相容 就是不是说它牺牲掉本来的这个权限 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最近才有一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去找钥匙买口罩那叫1.0 那但是很多人下班的时候钥匙已经下班了 所以你就必须要预订 预订用自己的手机这叫2.0去朝商拿 那有些人手机干脆不是自己的 因为他要是预付卡或他是移工 那这些朋友在2.0还是拿不到 所以我们让他去朝商插卡这叫3.0 但是每一个版本不牺牲前面的权益 我们有过唐红1.0 2.0 3.0 当然每一天都是狗日新日新又日新嘛 所以你会去定义今天的自己明天的自己 这样的感觉吗 大概会去定义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所以我的感觉比较不是说我面向过去 去数说这个日历已经撕掉的那几页 放在哪里 它放在哪里 就是很重要 那比较是就是面向未来 然后每一天要有一部分的未来 可以透过这个通道而来临 你有对这个未来有个方向吗 有个方向就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一方面是永续的共同价值 那二方面是就是大家所需要 但是还没有发生的行动 所以这些是一个很持续 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往前的方向 当然是如此 你有回顾过去觉得哪一段是特别的珍贵吗 你就是接触到网织网络的那个片刻了 谢谢 目前我觉得差不多 好 谢谢 感谢 感谢 谢谢